說回賽制 每一組八支球隊 打完單場籃之後 成績最好的六隊 就會進入第三階段 爭奪最後十二次 日本隊就沒問題了 贏了這場 以四勝一負的成績 暫時在這組排在第二位 排第一位是俄羅斯 來看這一分 好像很緊張 其實勝負已經分了 戴萊爾 戴萊爾 至於B組方面 成績最好的就是巴西 五戰全勝 美國排第二位 四勝一負 結果日本隊就贏了一場 暫時成績最好的四支球隊 俄羅斯、日本、巴西、美國 贏